今天我們要來測這一個 全新的卡拉威 EPS 這雖然是舊款 但是它的性能跟設計很完美 它有滑塊可以滑來滑去 然後它是底部是鈦的 它的重心比較低 然後這邊挖掉用碳纖維這樣綁右區 然後它還有那個低後線的設計 所以在這個功能上 然後AI乾麵 這個功能上的話 這個球頭算很完美 很多那個幫助方向穩定 它可以調方向的設定 然後它還有轉接頭 然後我們來看它原廠乾身 這個是Tenset 雖然這邊也是印刷的 但是做工 比上前幾天那個還要精緻多了 然後我們來拆開來看一下它的 測一下扭力是多少 然後它雖然是S的 可是不太像 因為很軟 這個大概是R的而已 好 現在我們把乾身都已經架好了 在那個扭力機上面 那我們先來看它原始的數據 來 原始數據 這邊有寫56克 然後這是S乾身 56克扭力4.9 它寫的4.9是很高的 一般原廠乾身的差不多4.95點多 算有誠實 然後對比同時代的MES 新MES的話 它寫4.6 那一樣都是Tenset 一個是藍色 他們家藍色球頭就配藍色 他們那個卡拉威綠色的 就配綠色的 那應該是同時期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扭力測出來是多少 好 現在測出來的是4.4 那為什麼會比它講的4.9還要小 是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球頭沒有拆 我是整根 連球頭 連轉接頭 連球頭連轉接頭都沒有拆 直接夾上去這 通常的話 如果拆開來兩吋的話 會數字再多一點點 但是也是 非常欽佩這個品牌 它沒有造假 有可能在4.7 甚至4.8 差不多那個論局 如果以這個夾這個長度的話 是不太會到4.9 如果把球頭拆下來的話 頂多4.7 4.8 再看一下4.41 這很誠實 不像某個品牌 它上面講多少 4.6 結果測出來是多少 6度 這是5.9 5.9幾等於6 等於6度 所以它用的材料是不一樣 但是這個S 也是相當的軟 這個根本不是S 這個只是R而已 這個還需要改進 雖然你扭力有誠實 可是這個硬度 不是S 確定不是S 它很軟 非常的軟 這個前面 才兩吋都還很軟 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跟 這個牌子 扭力造假 也有同工之妙 它這邊貼了 額外貼了一個貼紙 這個是握把 握把裝到這裡 蓋 後面就蓋住了 看不到 然後它這邊寫了一個 Mate in Japan 就講說這支乾身 是日本製 但是 不是 它球頭也不可能是日本製 所以 這個日本製是造假 就產地標示不實 這個已經明明確犯法 已經抓到了 那產地到底在 這個Mate in Japan的貼紙 是貼在握把前面 然後有塑膠膜 然後還有 社區說明書 整個握把 它這個是 煮乾之後 之後才貼 然後再包的 在哪裡 這個 它有點奸詐 就是說 它底標 做的這家工廠 底標 它很誠實的告訴 大家 來 我用清楚給大家看 因為這絲起來 它其實就是越南製的 Mate in 越南 這邊有 這邊有越南製的 我把它放大 給大家看清楚 它這個製 它這印表記印出來 事實上很清楚 是越南 這邊 越南很清楚 然後 它這個 煮乾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煮乾 煮乾要入庫的時候 出了一張條碼貼紙 然後 故意把這個越南給蓋住 但沒有全部蓋完 蓋了一部分 把它蓋住 但這個 因為很黏 撕下來那個越南這個 就會被撕毀 所以這個乾身是越南製的 越南製的 的那個 授權的乾身 這是 TENSEI授權 因為上面有 品牌的logo 不是日本製的 那在煮乾的時候 組裝握把 裝上去 把膠膜套上去的時候 就 我把裝完 還沒有套膠膜的時候 就被貼上了一個 made in japan 這不知道是誰的主意 誰 交代誰 一定要貼的 我相信 這個應該不會是 品牌商的主意 可能 不知道是誰貼的 但是這個也不對 不應該 越南製的寫japan 你越南製的 你為什麼要寫made in japan 這個來愚弄大家 但雖然你的扭力數字很漂亮 可是 很真實 不是漂亮 很真實 至少沒有 騙人 然後 但是你這個產地騙人 不是一樣 等於說 你這個更大條 這個就直接 標示不實 所以 你扭力準沒有用 你這個 在這個這一段的時候 有點問題 人家換我把 一割開來 就會看到了 就看到越南製的 並不是日本製的 在這個手法 這個手法 在很多日本品牌上都有 我有看過很多日本品牌 都這樣幹 就是他乾脆明明就大陸的 不是日本製的 後面大蠟 Made in Japan都有 然後他就貼了一個這個 Made in Japan的 小小的 圓圈圈的 膠帶 貼在那邊 這是不知道是不是 主幹場 雞肉 或者主幹場 奉送 免費奉送的 這個我相信品牌商他 才不敢做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犯法的事情 因為這產地標示不實 然後結論就說 這個品牌 良心 比較有良心 他的規格沒有造假 他的乾身的扭力沒有造假 他的扭力比另外一個 這個最大的品牌好多了 最大品牌扭力是造假 6度寫4.6度寫4.6 他4.9 然後他硬要寫4.6 比他小 可是他實際出來 重量都是差不多 實際做出來 卻是6度 這個也是 怎麼講 那個 幹了這種 這種奇怪的事情 然後 但是這個品牌 他貼了一個 產地 不實 所以 他 他也沒有躲好過 但這個也是很嚴重的 的問題 一定的是 這個球頭是好貨 這個球頭真的很好 現在 出清 快要沒有了 這個球頭可以買 因為他會有很多 那個硬設計 這比現在什麼日本 一大堆 日本小品牌啊 美國品牌好多了 至少他有碳纖維上蓋 然後呢 他有越獄的乾麵 還有AI 這款就開始有AI乾麵了 然後他是 MAX的話 就是比較 比較 容忍度比較高 慣性比較高 然後LS 就是低後線 然後 最特別是他有滑塊 因為有可以滑動的 可以小幅度 微調的不多 現在大部分的滑塊 像PIN 都是鎖匙的 就是指極左 極右中間 然後都不能 都不能小微調的 那能微調的 不多 其實真的不多 然後又在後面 後面就後重心 然後他這個 他這個是9克 他是9克 你可以去 蝦皮可以買重一點的 如果你覺得不夠重 可以買重一點的滑塊來換 這個有套件可以買 然後 這個頭真的是不錯 然後乾身配上9軸 乾身之後 又質又圓 好 分享到這邊 按讚 訂閱